中国在本届足球盛宴上的初次亮相也进入了倒计时 他们毫无疑问想为本次征程打出一个完美的开局 有一大波球迷涌入现场声援球队 他们每个人都会全情投入 打算全心全意支持自己的主队 真是万般接下品唯有看球高 在他们的心里自己的主队就是世界冠军 就是最好的球队 这的确是一场非常值得期待的比赛 这也是一座非常壮观的体育场 如果您刚刚开始收看 那我告诉您的话 比赛刚开始 别急 中国对阵哥伦比亚 这样的场是很不接地气嘛 我不得不说太漂亮了 一个舌尖上的抢断 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 我看好像是越位吧 对 是越位 门将大脚长船 试图直C 防守队员的跑位非常大胆 他成功地阻止了对方的进攻 夸得拉多 不好啊 这个球处理的不够合理 浪费了一次机会 要到前场 大卫 奥斯皮纳 传到前场 将球转移到了前场 传球 挖的拉多 球无人控制 争夺还在继续 脚下动作真快啊 是的 他犯规了 干净地解杯 看谁能得到皮球 直接长传 浩凯结果不说 看到有球员这么冲击防线 真是让人幸灾乐祸 根本不可能嘛 寻找封线队友 围挤之中将球结尾 一记长传 快速向门前推进 球转移到了右侧 队罗 有机会打反击 对方负责制造问题 而他负责解决问题 这螺 传球的好机会 当时把球破坏掉 试图快速通过中场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 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直接打到前掌 这肯定会让教练十分恼火呀 传球意图太明显了 将球转移到了前掌 球被破坏出了危险区 将球送到前掌 边才举棋越位 一名前锋能这样的快速回绑 总是会得到球迷们的赞赏 后卫们是非常嫉妒啊 这样的表现不得不赞啊 他抬脚失射 防线的全体成员都松了一口气 华德拉多 远距离长船 这下算是制造了一些麻烦 不过对手处理得很好 球在湖岸 华德拉多脚下 华德拉多在右路 又有神奇的表现 传统折射出底线 脚球 他出现在那里把球破坏掉 将球送到前掌 咱们看了一眼 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由于没能破门 相信双方的教练 是有很多内容需要总结的 但比分仍然是0比0 好的 现在比赛继续 上半场双方都未能取得进球 现在比赛将继续 球现在没人拿 谁能先抢到呢 分到右侧 跳起投球 门将保持着出色的状态 不错 门将这次不就体现了他的身价 反而考 尝试直C 传球的意识不错 不过传球的力道不好 再搭理一点就好了 精准的传球 桑切斯 迅速向前场推进 现在无人持球 他远距离长转 好的 编才准确地判罚了越位 他从右路推进 现在看他如何选择 难得的机会怎么样 他出色地化解了险情 实话实说 面对这种级别的门将 射门必须要更刁钻一些才行 直接长转 寻找封线队友 一记长转 视野很开阔 乐器投球 可惜 打门没能吃正部位 之前的跑位和强点都非常的不容易 只是最后的结果实在可惜 所有的努力功亏一篑 哥伦比亚等了几分钟啊 终于可以换人了 换上了盘带技巧非常出色的球员 这样撕扯防线啊 往往能够给球队的进攻 找到突破口 长船寻找机会 而且来看 他跑动时越位了 哥伦比亚 再一次换人 好吧 这个换人啊 现在是为了加强封线 直接传到门将的手中 漂亮的直阶球 向外侧找到了侧翼 他会选择哪个落点呢 转身向后传球 打一脚 踢进了 终于给成本的比赛 带来了一点生气 这球太酷了 打的位置非常专业 这才叫射门嘛 直飞死角 他本能地知道球该往哪里踢 毫不犹豫 一记漂亮的射门 将军被打破了 上演那场逆袭啊 这绝对是意料之外的剧情 也许有人会认为 他们应当成胜追击再下一程 但选择防守 是更加现实可行的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 落后一方的猛烈反攻 想要穿透防剑 可以打门 门前施射 好险啊 脚把还需要提高 中国 这次漂亮的快速反击 让对手不得不提高警惕 他们的踢法相当的明确 把身体把球抢了回来 得好 这是他熟悉的位置 金特罗 他准确地找到了队友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 漂亮的直赛球 大锚 现在有些盲目 他在门前的位置那么好 想着这球毕竟无疑 可惜还是莫名其妙的补众 要到前场 指头直塞 好机会 他们的后场没什么压力 可以放心地前压 不过一旦失去球权 还是非常的危险 防线脑洞大开 不对 漏洞大开 调整 打门 这小胜门距离球门啊 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我觉得他表现得很不错 能抢到门前这么好的位置 但只是无法一举进球 漂亮的抢断 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得把球送入禁区 开大脚也不算什么糟糕的选择 无论如何都要制造机会 传球 球失去控制了 看谁先抢到 经历过这次险情 他们一定会让球远离危险区域 刚才的情形 球迷们一定吓坏了 将球转移到了前场 要到前场 化解了险情 中场稍稍强起来了 中国取得了理想的开局 全取三分 也是第一个三分 非常关键 苗坤同学 能否谈探你的看法 任何赛事开局拿下三分 是最好不过的结果 他们没有华丽的表演 但是非常的稳健 拿下比赛最重要 我们俩